各位午安,你們看到的事應該是香港時間下午三點 本來我今天想說不少事情 我本來第一個考慮的題目就是公務員的宣誓問題 因為很多公務員的觀眾或者聽眾很擔心的問題 當然這些問題我會考慮或提供意見 但不像香港、香港、英國那些 Bang和B2那些混蛋 完全是為了抽籍子英水或是抽英國政府水 這些行為我覺得 我有點覺得做移民的事沒有這麼喪盡天涼 當然如果有人知道Bang是誰就請告訴我 我對這些隱形人的身份是非常有興趣的 好了,然後另一個考慮的題目就是 因為《日常日報》就爆了部分 這個中共黨員任職的銀行 包括匯豐銀行 裡面香港負責科幣和消費產品的總統管理員 都好像是中共黨員 我想如果你有錢在匯豐銀行就不要再存 因為匯豐銀行真的太危險了 中共黨員在高層的話 其實它可以隨時可以通知你的資料 我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 我聽聞匯豐銀行都挺 因為是在維護外地人的帳戶 如果有人想通知外地人的帳戶 如果有人想通知外地人的帳戶 好像據聞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據聞 好了,如果你想講這個題目 但今天有一個更好的題目 剛剛是林榮基 林榮基勸出香港人從法離開 因為怕中國有可能封鎖邊境 這是我可以分享的一個題目 有一件事我跟移民律師很不同 移民律師就是要賺你的錢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說 Goodbye Hong Kong How Okay 這是一個喪盡天良的 例如我是公開點名指責這一檔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知道Bank身份的原因 Billy Wong肯定是一個混蛋 現在就不用說了 我可以直接開口說一句話都可以 很直地說都可以 有些人是 我對移民律師的態度非常之憎恨 是有我的原因 但是 現時的局勢 是越近Biano Visa正式生效的日期 中國的行事方式越瘋狂 這個才是問題 有幾件事我看到 我看到中國的行事方式 已經完全是一個瘋狂狀態 如果不盡快平權的話 我恐怕不安排人們盡快離開 都是一場災難 B.A.各行班那間店 已經是一件危機 當然B.A.說明 吉基過來香港都可以 我估計它做卡告的最多 暫時這個危機暫時清理了一代 但是有幾個危機 第一 他現在要求公務員宣誓 全部月底要宣誓 本華的北權說升職才要再宣誓 現在為何突然要月底再宣誓 對不對 這個是否因為B.A.和B.A. 因為你知道 如果你持有B.A.和B.A.的公務員 如果你再宣誓 有可能觸發英國國家的安全法 其實你一定要二選其一 這個是不是中國要逼這些人二選其一 對不對 這個當然那些移民的私人 不會在乎這班人 他要賺錢 他賺錢最重要 香港人死定活關 關他鬼事 這些人就是這樣 抽水就厲害 講實事就一點都不厲害 好了 第二 你想一下 大家記得西灣河的手足 被警察槍擊的手足 他的十五歲女朋友 居然被人跟蹤 我不知道那些是甚麼人 但我相信是國安公署的人 現在逼到去英國尋求政治庇護 這個真的是一個警號 這是一個警號 對英國來說 現在有一班人 即是BNO那些沒有BNO的兒子 即是沒有BNO的兒子 而且他們的家長 可能癌到發黑地步那些人 那些人 現在可能會成為英國波抖很大 因為好像那個十五歲 即是西灣河的手足的女朋友 他如果被人跟蹤 他一定要過去 他一定要尋回政治庇護 但問題就是 一隻政治庇護案子很貴 一隻政治庇護案子 你要看文件 你要工作人員時間 你就算有 你甚至要提供這個福利 即是涉及公共資金的雲容 因為你那些人 我實說 你如果一走 你說許智峯那些 那些福利都會帶錢來的話 即是如果他不是這麼陰公 被匯豐 封存他的帳戶 實說 他不會構成英國的負擔 只會去英國帶來一筆資金 那你許智峯 靠這筆資金買 做一下小生意 他可以捱得住 那一對英國是好的 問題就是因為匯豐銀行 幫中國做事 要做中國政府 即是很明顯匯豐銀行的黨員 肯定是指揮這件事 所以現在我勸大家 就不要再用匯豐 就是這個原因 根據《DG Telegraph》的報導 就是匯豐是有高層的 是中共黨員 不只黃東星一個 他現在是管理香港 公共產品和消費產品的 代表管理員 你這樣用HSBC 你別玩 不只給中共看完 這些錢很過癮 你覺得 賴東星數 這件事當然不會過癮 好了 你現在肯定有很多這類個案 你本來Brisid已經要處理 因為Brisid已經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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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的民主黨 進入英國的 你要當它是一個 即是Fert Country National 這樣處理 你那裡已經為波達 做成很大壓力 因為你本來 可能你按EU那幫人 只是做一半 一半就當上EU 你現在突然間有大個人 要當上EU 這樣做 你知道那個壓力是多大 你這樣欺負 本來已經很不夠人 欺負 欺負 欺負已經很下壓力 OK 你現在的欺負 這樣玩法 你還不嚴重 對不對 好 好了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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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很多香港的手足 是需要擒 政治庇護的時候 我想問 Border Agency 哪有這麼多 人力去處理這些案子 你單單案子都要做 你扣一些人在這裏 很慘的 扣嗎 因為移民律師 是不是想賺錢 又想賺些手足錢 黑衣燈找飯吃 那些移民律師 會不會做餘工 不會 肯定不會 那些移民律師 你知道香港的移民律師 很喪眾天良 做藍絲生意 這幫混蛋 在這個時候 英國政府是沒有選擇的 他選擇就是要全面平權 而現在你看到輿論 今天外政大臣 在《泰吳士報》發展文章 星期一 他就說 不可以再重複《泰吳士報》的錯誤 其實很早在2018年的時候 《泰吳士報》的處理 將會是BNO處理的參考 因為《泰吳士報》也好 BNO也好 都是同一概念 如果英國公眾認為 《泰吳士報》是錯誤 甚至現在要加碼 賠給《泰吳士報》的受害者 今天宣佈加碼 賠償最低 以一萬英鎊起跳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可以想到 BNO BNO不是有錢 他未必要錢 最低的起跳是甚麼 給英國全英國民主席 就是這樣 但如果真的要給全英國民主席 這個移民律師 我覺得他不是真心做移民生意 甚至他現在正在幫中共說話 這才是最爽進天亮的 整件事 林铭基說得對的 其實就是現在的情況 如果中共有可能 它有封鎖邊境的前科以前 中共現在做事 連十五歲的年輕人都不放過的時候 你很難確定這班人是正常的 你當這班人不正常的時候 你只能夠盡快離開 但如果英國盡快離開 你知道了 很多人 多少人唱歌 那些熱狗 你知道 你現在明白我為何會這麼討厭狗 這班都是中共B隊 還要是 你明知這班人 好像我今早說 這班人 日後就用完職器 所以就當制裁這樣都用 好了 你現在去到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沒事發生 我不相信 所以林铭基的擔心是合理的 如果林铭基現在是擔心 將會出現的情況 我想 所以他希望台灣的移民政策放寬 但我跟林铭基的看法有一點不同 我不建議那些人去台灣 台灣收緊是合理的 因為台灣是要 它要國家安全問題 因為幾多人 借香港人的身份 滲入台灣裏面 這個是我們要考慮的 第二個更大的問題就是 可能在香港封鎖戶外 中國一直敢罪打台灣 你看到那些台奸 你看到那些囂張嘴的 馬英九這些 馬英九這些 其實我一直都主張 是根據國家安全罪行的 拘捕了他 你不要說我是 華人麥卡瑟主義者 我覺得馬英九是應該拘捕的 甚至我覺得 其實為什麼我對 我對某些人現在的身份 比如澳門人在英國 GOOPAHLO UK的組織 我這麼有興趣的 就是這班人 我們日後其實是需要清算的 很坦白 因為你們這班人 不是真的幫香港人 你們這班人 是幫中共做事 其實 這個是萬人都懂得看的 即是 你當這班人 你只不過是幫中共 阻止 BNO 離開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都 心照 對這班人 是什麼水 我都可以照直這樣說 如果你這班人 但這班人不會有用的 當這班人不會有用的 就去照直做 還有 如果中國真的是侵台 我想問 去台灣那班人 是否打算 由一個火箱跳 到一個火箱線 即是 你這樣想 美國的 一開我就建議 台灣的手足 就去美國 我認真的 除非你 有自從軍 加入中華民國國軍 或者做中華民國國軍 的保護 以武力守衛台灣 否則 我覺得 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武裝守衛台灣 你只能夠 美國一開 就要離開 我告訴你 甚至 英國願意收這班人 都要離開 這件事 沒有得談 因為台灣有自己的防衛壓力 就是台灣 這個我和林明基的看法 有點不同 我覺得台灣 始終我在自由時報寫了十幾年 還有我對台灣 都算是有一定的認知 還有我研究台灣問題的起點 不是一個大中華交的起點 我相反我是一個國營的起點 我是以一個台灣人的角度做起點 我想 以台灣人的角度做起點 香港人 與其去台灣 不如去英國 英國 英國自小園的戰火 除非你真的敢去打仗 你有軍事財量的應計 你有軍事戰 問題就是 你要知道 現代軍隊和二次大戰軍隊不同 以前二次大戰軍隊 所以我用軍事訓練的要求少很多 因為你沒有數據鏈 或者數據鏈 那些東西 老實講 你懂得拿槍 你就可以參戰 最多 你最多用反塔克武器 你就可以學習 二次大戰軍隊 但是現在 步兵的裝置都有一大堆 然後很多戰術理論 或者很多不同的東西 現在對一個軍人的要求和以前是很不同的 以前的最軍人的要求就是 你最重要是體格好 體能好 真的是最重要 體能好 有紀律 但是現在就是 如果體能好 有紀律 你還有很多技術 要學習 你要有一個學習文 應付到那堆武器 因為那些武器 全都是先進科技 那些不是說 你受一日的分歧就可以適用 你那些可能要受到十幾個禮拜的分歧 你才能夠初步掌握發生什麼事 我還沒記住 去到指揮官那些 那些已經要讀書 要不然中央軍隊有這麼多問題 所以我想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我的看法就是 林榮基叫大家早點走 是對的 但是我更加看到的東西就是 林榮基叫大家早點走的期限 其實是跟BNO visa的期限是有關的 因為如果英國 如果你Greenwatch加強培順 英國公眾都沒有太大的意識案 我相信下一步就是 不要再重複記者的錯誤 下一步是什麼呢 BNO平權 因為BNO是 我也講過很多次 BNO是一個歷史上不幸的產物 你疑問老師喜歡 怎樣 在人血饅頭那裡找錢 但對我們這些人來說 它本身整件事情是錯誤的 因為香港還沒經公投離開 如果香港經過公投離開的話 不用說BNO 我都不用講BNO的平均 連任何英國護照都不應該有 任何形式的英國護照也不需要持有 也不應該持有 因為公投選擇就走了 為什麼是給你做國籍選擇 選擇選擇 你選擇做英國人還是做中國人 是這樣解釋 我一向的邏輯都很清楚 其實對我來說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如果當初你香港是經一個合法的公投 而離開大英大國的 是沒有BNO的問題的 有BNO的問題是 因為當初中國不肯公投去拿到香港 這個才是問題 你未經住民自決之下拿到香港 那應該有什麼compensation 一本護照一個國籍 它保證作為一個緊急外出 但是有人是想封住緊急外出來賺錢 這個是最差勁的 OK 所以我對這些人的態度 那些口氣就越來越不欺負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你是不應該 我香港人的emergency exit來賺錢的 這個是我要說得很清楚明白的 而現在如果你中國 用這些熱狗 或者是BAN BIRY這些混蛋 而沒有辦法阻止香港人離開 香港人離開持續 而對BNO的小動作 都沒有辦法阻止香港人離開 下一步就是健康碼 如果健康碼都不行 就是直接硬硬 是這麼粗 什麼都可以 所以為什麼林鄭月娥今個月不可以述職 隨時就是中國不知道 頒布什麼法律 隨時封了香港人都不知道 不行的 甚至我懷疑 有中國籍有其他任何國家國籍 包括英國公民 什麼都好都不會有用 這個才是我覺得最害怕的 所以林榮基說 你一定要盡快離開 是有道的 我覺得可以離開就應該要離開 如果連林榮基都這樣說 情勢很急 而且英國政府 在Win Rush 如果這樣試探外政部長 我估計下一步外政大臣做的 就是全面平權 隨時BNO visa 剩下的作用就是 比沒有BNO的BNO親屬 能夠一起離開香港 因為BNO visa 我都說過很多次 他最終的設計 那個抄的理念是來自204-38EC 204-38EC就是EA Family Permit 其實這件事我都說了很多次 我再重複一次 但是我覺得 現在林榮基的擔心 林榮基都擔心的時候 那個就不需要王世澤一個人的個人 幾人優天 我一直看這些東西都看得早一點 原因是因為我是印尼難民的後代 印尼難民 我想沒有一個家族好像我那樣 三代都是留意 OK 印尼派華 意思大致 印尼派華 到文革 到九七 到現在香港 這個大革命 我們都看過了 我這樣沒有什麼 我有時跟德國人說我的故事 德國人都覺得你的家族故事 比得上任何猶太人 我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所以我對這些事情警覺性很高 就是你進入中國的行為 那個瘋狂性就是你這幾乘 無法解釋 特別你拉黎智英那個 你又鐵鏈又什麼 他還要是 明知道他是英國公民 但是現在國安法 他是會送去中國審判的有機會 蘇維德都是眼頭髒來的 蘇維德這個裁判 這個裁判官我都不需要尊重他的 我告訴你 有什麼人不需要尊重的 就是國安法指定法官 那些是仆街 我直接罵這些法官是仆街都可以的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藐視法庭 你這個法庭就要被人藐視 你現在跟人民法庭有什麼分別是納稅德國 我看不到當中的分別 沒有意思 還有黎智英是什麼人 他為什麼要用那些鐵鏈 就是中共這樣做 是不是想當他是死刑犯 我就想知道這件事 現在中共是不是跟伊朗有什麼分別 伊朗也夠 中國的老友伊朗 都很流行的 那些異見人士 全部我去革命法庭 我去川普決 所以為什麼我很討厭伊朗 我真是真是入骨的 這個國家 所以那時候奧巴馬 放寬伊朗制裁 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說你放寬這些制裁 有革命衛隊 那些宗教神棍國家 你沒事 我對伊朗問題的態度 我和英國政府的主要態度都不同 我說伊朗是一個神棍國家 是必須要對付的 當然有些人說沙特也是 沙特也遲早要動 我對任何的宗教極端分子 或者承認國家 我都是沒有好感的 我說自己什麼教 我真的說自己什麼教 因為我是一個世俗人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如果現在香港的情況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是你有世俗就好走 還有 對那些有外國護照的人 你不要大安置疑覺得不需要走 你看黎智英的狀況 黎智英是英國公民 如果你是居英權護照 其實你現在應該要回英國 你不要覺得你本居英權護照 是全是X的 我也有居英權護照 雖然我不是居英權計劃 那麽就是居英權護照 在你們這幫人身上是保不住你們的 因為中國監禁了一個 中國的國家性 你想一下 肥佬黎 他是英國公民 英國政府都沒有辦法救他 當然英國會咬爆英國政府 但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當年居英權計劃 那時候中國政府監獄 喊後 這是中國的混蛋 那個英權護照的保護下令 是你在沒有被人抓之前 你能夠離開國家 回到英國 如果你不能夠及時離開 你做不到世界冠軍 所以我經常說 你有本英國護照 不是全是X的 如果是你們的情況 你想一下 我這個沒有中國的國家性 如果你比出我現在香港 我都會馬上走 你不知道中國會否任意解釋國籍法 你記住 中國有任意解釋國籍法的傳統 國籍法是搬洪門的 因為我是搬洪門的受害者 我想我們南洋人對中國國籍法的認知 應該是沒有其他人來得少 特別我是英國 我真的曾經是在中心中 國籍不明人士來的 當一個曾經國籍不明的人士 你現在明白為何我對這些移民的師 特別憎恨 這一節說到這裡 當然我最後還是要呼籲 除了Goodbye Hong Kong Hour UK的Bang的背景 我想知道 有一個人叫澳門人在英國 究竟他現在的下落在哪裡 現在有人知道的 請告訴我們 很多人想找他 好 節目就到這裡 下一節應該是今晚的 我就會拍攝 開始看 第一節 好 對 有這個 有這個 東西 先吃